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非常之重的一段话 他讲说不分区名单其实对蔡主席来讲是一个加分题 他有非典型候选人的特质 一定可以吸引许多社会各阶层的意见领袖 成为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 那可以秉除派系分赃的惯例 让台湾人民耳目一新 拓展中间选票甚至是潜难的选票 蔡英文主席终究向派系妥协了 他失去一次改革的契机 也失去了一次形象加分的机会 这份名单让我非常怀疑 提名委员究竟有没有参与排序 愿不愿意背书 所以校长从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当中 确实蔡英文他在这个名单里面 我们是没有看到任何的社会贤达 跟你讲的专业人士 对 当初为什么民主基本党会在全台会通过我们的提案 就是说我跟他们给讲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不分区的名单不是政党的 人民给政党选票 是委托政党提出优秀的立法院的人才 因为这些立法院的人才要帮国家致电很好的法案 包括省预算 所以这些专业人才社会选择弱势团体都要进来 他们不一定能选得上 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就还是能够竞抵达 可以把他们引进来 那引进来以后是变成更好的国家的立法人才 所以我们这个精神不只看民进党 我们也看国民党 我们也看新党 我们也看台联 都是一样的 所以当政党 而且政党每年都领我们几亿的 像民进党跟国民党 每年都领我们几亿的政党补助费 补助款 然后每个候选人一张票还30块钱台币 所以得到这么多资源的政党 是不是应该替我们找出最好的组合 所以本来蔡英文说要提出来的是 让我们眼睛一亮的梦幻组合 这个梦幻组合要帮我们台湾的立法院 提出更好的法案 更好的前参的政策 结果后来他们自己党人说 这看起来 这个组合看起来不不啊 更不不组合啊 所以我觉得民主政府党这样做 绝对对不起台湾人民 为什么 不分居立委 包括这些提名小组 我跟这些提名小组讲 不分居立委不是政党的 的朗中之务 是政党要负责任的替台湾人民 提出优秀的人才 你们也会这样做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反省了 以蔡英文主席的个性 他会不会重提名单 可请你看 当然不可能啦 蔡英文从来就是一个 表现上很柔弱 但是你在他后面 他处理事情的方法是非常刚烈 而且是刚愎自用的形式 所以我说他 推出的广告永远是很柔和的 Next Taiwan 多么文艺气息啊 文艺青年的党主席 可是你看到这些人 我必须要讲一下洪志坤的事情 洪志坤看起来听起来 好像代表一个民进党里面的防腐 防腐计 而且是中流的正义之身 是不是 洪志坤的老板是陈菊 这个名字太令人恶心了 我讲真的 为什么呢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高雄市政府里面的工友 有好几千人在排队 基本上是要给那些 比较弱势的人做这件事情 可是你去看那个 这个他们任用的时候呢 过去这一段时间 任用的这几十个工友 没有一个是这些人 全部是他们的议员的孩子啦 什么科长的亲戚啦 这都是有评有据的人 而中间做这些事的是谁呢 就是这位洪志坤 跟陈菊一起做的 恶不恶心啊 你现在讲的事情 是不是批评人家的时候 都是这样 然后说 你怎么没有照顾到弱势呢 你怎么没有反应到这样 而且洪志坤自己 就跟我一样 他是小儿麻痹 不良运行的人 可是这个人 他所作所为 他有照顾到这些 跟他一起的人吗 你说 这什么东西啊 所以你说 下一条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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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的好好听啊 看不下去了 你看一个不分区名单 对于蔡英文 对于这些反弹的人的一些检验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蔡英文 他应该是发婚啦 真的 因为这么多人来检验他 可是 不管洪志坤 以前做了多少的烂事情 可是 现在该检验的是 这个不分区名单 我们现在 检验洪志坤是另外一回事 他讲的话 有没有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分区名单里面 有没有专业嘛 有没有他讲的设服嘛 有没有 有没有照顾一些弱势的 身心障碍的 有没有嘛 那可能我在这边看到 也许 一个排名的陈杰如 跟油美女 她们一个设服的 一个是 一个律师 其他的 你告诉我 什么样专业 那你有什么 为其他的领域的发声 对 其实哦 其实这个不分区名单 过去常常就有人批评 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立委说 不分区立委是做什么 你要为党的政策辩护啊 所以不分区名单 事实上就代表你这个政党的政策 所以你这个名单长得什么样哦 你的政策就是什么样子 你这个名单哦 是什么样子 你这个党就是什么样子 那如果说今天她过去 对不起啊 我党主席我只能指定四个 其他呢是我们党员投票出来的 民调出来的 对不起啊 这我也没有办法 可是这个如果有半数 都是你蔡英文可以按照你的意志 然后决定说 我要为未来台湾下个世代 什么样的人选 就啪 你一推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不要说国民党 或者是其他在野党来 其他的你的敌对政党来检验你 你自己本身内部 刚才讲了那么多人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凭有据呢 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 如果你说不实的指控 我说你去查吧 不要动不动就拿党计处分 否则的话 你今天就是告诉你 闭嘴 今天我觉得 今天我主席制裁命的 你就闭嘴 今天这个洪志坤呢 虽然刚才可卿讲说 他的一个行为 那但是我们也没有关系 但是看他不要以人废言 他讲的有没有对 他讲的这一次 不分区名单他讲的对 他其实里面讲了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他说某家电视台的老板立委 力邀我去上他们的政论节目 批评不分区名单 我没有同意 我不愿意当他的打手 诶妙了吧 谁哪一个老板立委 要找他去批评不分区呢 当然就是民事嘛 民事在这次非常之妙 他们特别开了一个节目 那这节目呢 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找王姓南去去臭骂了 这个蔡英文的不分区名单 结果骂完也就算了 结果后来发现 他们出现了这么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是他们的一个节目异动 这有个roll car 节目异动 整个的一个内容是说 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 名单一公布就引发争议 到底有没有符合民众期待 今日下午四点至五点半 将重播投家来开讲 为您分析深入分析探讨 原时段民事四点新闻 民事国际新闻暂停一次 这不应该这样 节目异动的意应该打错字了 应该容易的意啦 能不能因为对人的好物 随便很容易就坏了 观众权在哪里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 我还是强调不要以人废言 黄志坤他做了一些事情 我想他自己要向他的选民 或者是城局的支持者 或者是司法方面交代 他说了如果是真的话 我们就要看一看 这应该确实应该要检议 因为不分区毕竟 是人民托付给 这个政党的信任投票 我投给政党嘛 所以我也投给你 那你排座名单出来 就代表说我给你的信任 值不值得嘛 我觉得蔡英文没有care 你会不会那个 大家要说是不是 你的名单 是给我们的一个信任 难道你要投给马英九吗 其实那个态度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做个对照组 国民党上一届的中常委 有几个有争议 最后中常委全部总辞 有些不辞 不辞那个新闻媒体啊等等啊 最后马英九 还打电话给几个人 通通辞掉 你还记得吗 中常委通通辞掉 要重新再来变 虽然中常委不太值钱啊 但人家重新再来变 我觉得不分区 不是不能重来 真的优秀的人才 应该可以继续在里面 刚刚可欣讲的 对于美女小姐 有一些意见 我觉得我不痛一下 每个女人不论她长得怎么样 都是美女 那我也推荐一下 我的哥哥二哥 我叫八个兄弟姐妹 我二哥叫江英俊 英俊也列进来 这样这个名单才会对称 你排到28好了 你11对28 江英俊对于美女 我觉得这俊男美女的组合一定需要 那我最要强调也就是整个过程 如果你说这个是公正公平公开 其实最难的 也许蔡英文觉得说我心如秤 方方面没有都照顾很好 但问题在这里 就是公平公正公开 公平跟公正都是你自己说的 过程怎么决定了 如果真的能公开 把那个黑盒子掀开了 公平跟公正就自然会来的嘛 不公开公平公正就不会来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度悠悠之口的话 也许你不想重提 OK 那整个过程 把它透明化 还原真相 不要让人家老是公期私用 跟私契公用 一天到晚节目要异动 完了 其实蔡英文只有一个解套的方法了 现在就等国民党还没有提嘛 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 如果一提出来 哇大家也轰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那恐怕蔡英文就可以脱困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不分区名单 其实不是看这个名单的内容 看的是说这一个党 你的蔡英文 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未来 你的要执政 你想要执政 你的一个理念是什么 你领导的风格是什么 还有这个党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看看他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互斗以及内斗 这将来要是给他们执政了 还得了吗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就是检验他 第一个他有没有跟派系妥协在心 然后等到他这个名单被检验 被质疑或者被批评的时候 他的态度又什么 他从来没有虚心 说虚心受教 然后真的好好解释里面 有没有什么地方我真的被蒙蔽了 因为可能真的有些人推荐 我真的不晓得他底子是怎么样子 那这里面 除了郑树华 他自己请辞之外 等于说帮蔡英文去拆掉一个隐姓之外 其他的人我不管你 我照要在上面 然后蔡英文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难道就说你为了维持你的面子 我继续假装看不见 你不要再来质疑我了 所以这里面 我的微信啊 问题是蔡英文自身知不知道 他是被蒙蔽 还是他根本就知道 还是屈服 宏文你不太了解民进党 蔡英文怎么会不知道 我告诉各位 要把党内的部分区党员投票废掉 要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党员废掉 那要在全代会要透过多少的力量才可能 为什么李秀林也齐其以为不可 很多人也齐其以为不可 全代会这么多的党代表 竟然能够运作全部通过 通过到连不问区的提名 几乎都是党主席跟提名小组完全掌控 派系全部缴好了嘛 他不是跟派系妥协 他是跟派系合作 所以我才说这也是一个挺菜 选总统联盟的名单嘛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一切就很清楚了 一切就很清楚了 我们待会回来